想法会有点会 但是我在想如果两个人万一离婚了之后 你什么都没有了 你没有工作了 那那怎么办 有可能是我从小到大都是单亲 我也是 是 我也是 对 我觉得有点困难的 新世纪的前十年可以说是香港娱乐圈最后的辉煌 虽然其繁荣程度远远比不上八九十年代 但依然有许多耀眼的明星 在这一段时期所活跃的女歌手里 若要问谁最有名气 那么肯定非阿娇 钟心童莫属了 她也是众多人心目当中的女神 钟心童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自幼便非常喜欢唱歌 在2000年的时候 19岁的她便与蔡卓妍合作 两个人结成了组合正式出道 除了在音乐界纵横驰骋之外 阿娇也开始进军演艺圈 主演了千机变A计划雪山飞湖 梅兰芳等优秀的影视剧作品 成为了当时香港又一颗耀眼的明星 被无数人视为梦中女神 然而好景不长 在2008年陈冠西事件彻底爆发时 娱乐圈内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而阿娇就处于这场风波的中心 此次事件对阿娇的人生 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毕竟她当年是以玉女出道的 在被爆出丑闻之后 阿娇在不少网友和粉丝们的心中 都慢慢地变得不堪了起来 一时间经营多年的人设垮掉了 事业瞬间跌入了帝国 不光是代言广告全被撤 影视作品里的她的形象也被删除 阿娇瞬间成为了被世界抛弃的人 不过我们能够看到阿娇还是非常坚强的 面对事情的发生 也是敢于出来面对 并没有逃避 在后台跟阿娇聊了会儿天 我觉得她特别可爱 我说有什么不方便 说的就别说 她说没有啦 什么都可以说 我觉得人最需要的是勇气 因为一直以来我觉得 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你没有错 有错的是那些没有道德的人 去上传一些视频 陈冠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一位帅气又略带坏坏气质的男神 凭借着优越的颜值 获得了不少女生的青睐 她的历届女友们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 当年的陈冠希是真的火 唱歌跳舞演戏样样在行 如果没有这样事情 估计她是真的 还是至今都很火 甚至有很高的地位的 随着照片的曝光 陈冠希最后也选择无限期 退出娱乐圈 而她也真的做到了 啊 during my time away I've made an important decision I will wholeheartedly fulfill all commitments that I have today but after that I've decided to step away from the Hong Kong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 will dedicate my time to charity and community work 而对于这件事情 虽然不少人都觉得阿娇没有做错什么 但负面新闻依然让她的事业 与人生跌入了悬崖 不过在这件事情之后呢 阿娇是第一位站出来和大家道歉 承认错误的 很多人都实在是不理解 明知道可能有风险 阿娇为何还会同意拍下这些照片呢 在一次采访上 阿娇在被主持人问洁 当时为何会同意拍摄亲密照片时 阿娇喊泪说出事情 然后听后呢 令人感到心酸不野 他说当时他真的太爱诚惯惜了 生怕在拒绝之后 会失去这个男朋友 于是才答应他的要求 但是当拍下这些照片之后呢 自己心里也感到十分的害怕 但是他呢也会跟我说 会安全的 没想到令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你跟他拍一些这么亲密的照片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就是不想失去 你的意思是你怕拒绝就失去 所以这个男朋友 你拍完照片之后呢 第一次呢 你会不会很担心 还是会不会有机会流传了送来 就是在未拍之前 都已经很担心 因为 就是我会不停问 你会小心点放 就是你怎么样处理 他会说 你放心 就是因为里面都有 而在被问到恨不恨陈冠希时 阿娇坦诚的说 自己其实并不恨陈冠希 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陈冠希不肯跟自己解释一下呢 但后来两个人在飞机上偶遇 陈冠希也给他写了很长的一封信 主动道歉 解释当年的事 而对他来说呢 当年的事情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 彻底翻过这一页了 这件事情虽然是让阿娇彻底告别过去 勇敢地接受自己的未来 他也遇到了真命天子赖红国 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也是得到了许多人的祝福 可是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阿娇和赖红国仅仅结婚了一年多 就关心离婚了 前后两段失败的感情 给阿娇打击可想而知 虽然阿娇现在对爱情失望 并且表示自己不会再嫁 但是作为粉丝呢 还是希望女生能够拥有自己的爱情 更希望有一个有担当靠谱的男人 能够给他温暖 让他依靠 请不吝点赞 许多人